他都是往左右發展的 不要把他寫上下唱 這也算是超漂亮的一個字 他戴的喔 戴上來沒有斷喔 好看一下上來貼 跟誰寫的一樣筆法 儲體對不對 所以我說過的儲體他是 歷書加行書的綜合集 歷書加行書的中間有沒有經過這個 這個就是未必 正好這一點就點在他的底下 不要長 然後呢這裡接這個尖尖 這個線條就在這裡 不要粗 貼貼好下 不要長喔 平均分配 裡面的東西不會很細 是不是平均分配 好這個名蠻特別的 注意一下他的粗細 好 他 他有斷開的地方 不要把他接住 好 看一下 現在這一筆 把他出去 再回來 頂著他上面出去再回來 好 提一貼 這邊 這邊 寫中間的段落就可以 一樣 比他出去的位置 提貼貼 貼 貼 不要長 微微向上 然後這個平 這個洞看一下左邊的重跟右邊的粒是上下的 有沒有 我們也寫過這個字 寫過這種字 在這邊記得嗎 那個心 心平太守 有沒有 那個心也是左上右下 所以我的帖上寫的比較長 你可以把它中間的空隙縮短一下 這個不出 你會發現到 他比較裡面含了很多行書的感覺 有沒有發現 這個貼 同學寫起來一定要乾脆 不要坑坑巴巴 好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